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尊重前博士陈龙老师 我们这两三天的台股指数上涨 什么原因 是因为美国股市大涨吗 不是嘛 大家都心知肚明 是中国放大招 对吧 中国央行也好 什么银保监会什么的 各方面上上下下 大放水 然后这个外溢效益 让台湾很多的股票大涨 只是 中国因为放利多救了台北股市 大家不想领这个情 所以你在盘面上 你听那个盘充连线 大家都尽量不讲这个啊 是不是 就讲一些什么黄仁勋卖股卖完了啦 什么Robert Tessie 或者什么昨天美光大涨 其实这些都芝麻绿豆是好不好 我们分析事情不要太政治化好吗 不要太意识形态 不要逢中必反 该是人家的功劳我们给人家讲一下 这没没有什么不对 为什么台币会强升 为什么外资会大举流入 为什么你看到这几天 外资回心转意买台股 就是大中华的股票在涨 你怎么可以否定这一点呢 因为如果是讲这个原因的话 不光荣 我们都是美国派的 那是你的想法 我之前我就讲 不要小看人家好不好 你看这个 来 这个是 恒生指数 我上礼拜啊 不管在百分百也好 在我的节目里面 我就跟各位讲 美国降息 美元会走扁 资金流到亚洲 对吧 之前东南亚股市都涨一波了嘛 那你不要小看中国大陆 不要小看香港 尤其是香港 为什么 因为香港用的是港币 港币等于人民 港币等于美元 因为他们是联系汇率嘛 那美国降両嘛 就等于港币降両嘛 那对香港来讲 更是大补丸啊 对不对 更何况现在的恒生指数里面 大部分都是中国的企业啦 80%都中国企业 那现在中国大放水 中国要救市或干嘛的 当然是职业受贿啊 然后呢 我昨天我也跟各位讲 其实啊 什么降准降息 当然这个有利多啦 因为它这个幅度很大 尤其是降准 以前它降准一次降硬嘛 现在一次降凉嘛 预计呢 释出一兆人民币的资金 对不对 当然很多啊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 你知道吗 你看到美国联准会 在QE的意思是一样的嘛 对吧 美国印钱 QE量化宽松 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放钱啊 那人民币 这个因为降准 两码四出一兆 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啊 我说最强的是这个东西啊 对股市来讲 为什么股市会涨那么凶 为什么香港股市涨那么凶 大陆股市也是涨那么凶对吧 为什么因为这个啊 讲白话一点啊 就是央行拿钱来让你们买股票了 其实就这么简单 比如说各金融机构 你们手上的那些旧股票不要卖哦 那个股票啊 拿去跟央行换 换东西 央行换给你好的资产 比如说债券啊 票据啊 然后呢 你拿到那个好的资产以后呢 就可以拿去跟银行借钱 因为银行只收好的抵押品 他不收那个烂的抵押品 你拿股票直接跟他换 银行觉得有风险 但是呢你先去跟央行换东西 央行给你好东西 然后你再拿那个好东西 就跟银行就认了 你知道吗 因为银行不愿意承担风险 但是央行可以承担风险 总而言之这么多的 他就讲简单一句话 就是央行兜底啊 央行通收啦 就这样 所以央行借给你钱买股票了 那你就买了嘛 所以股市就狂涨 然后外资 很多投资银行 也看到这一点啊 所以就大买股票了啊 那股市就大涨啊 什么大中华基金 有没有 台湾也发行很多类似的 什么大中华基金 那国外更多啊 对不对 然后台积电 台积电绝对是大中华基金里面的重要全职股嘛 所以你要搞清楚台积电这一波的上涨不是跟着美国的回答跟着美国的什么AI不是你要搞清楚 这一波我们台积电的上涨纯粹就是大中华地区的股票在涨 我们也算是大中华地区里面的成分股 虽然你不愿意啦 但是人家编指数就这样编嘛 对不对 Morgan Stanley他在编什么大中华区指数人家就这样编 然后那基金就会增加投入嘛 所以外资 我不是说资金就流入吗 买台股嘛 对不对 所以简单讲就是中国放大招救了台股 这样大家认同吗 虽然你不领这个情但是你也没办法不接受 如果到昨天为止你不想接受到今天为止你不接受也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又继续放大招了 来刚才讲的是股市啦 对金融机构对不对 现在开始啊救消费 因为他们的消费很惨嘛 消费降级啊 现在呢上海要开始发消费券 讲消费券你就熟啦 台湾也搞了好几次啊对吧 那会刺激谁 食衣住行嘛 这些基本消费 对不对 餐饮服务啊 旅店啊 看电影的啦 这些啊 好 啊这一些跟台股有什么关系 有 我们台湾有很多的 啊比如说就讲这个好了 联发科就是啦 联发科的主要客户都是中国的手机厂商啊 大部分啊 还有很多的消费电子他也做嘛 那你今天你要刺激中国的消费 有没有人会去买手机 当然会有啊 对不对 所以说联发科有没有受惠 有 还有这个 这叫训捷 几百年没涨了对不对 几百年 真的是几百年没有涨 这叫训捷 训捷做什么 这些IC设计工作都是设计最简单的东西 有的还有什么玩具IC的 有的是NCU啊这种东西 就是很基础那种IC设计啊 有没有受惠 有 就消费券 啊 这个盛群对不对啊 这个消费券就就涨这个 我跟你讲昨天以前都没有人讲嘛 为什么因为股价很烂啊 谁要看这种股票 有什么系统 对不对 这些几百年没涨了哈 啊今天就涨这个 啊所以大家的焦点都在这边 昨天讲什么 昨天讲航运啊 在前一天讲特斯拉的什么自动驾驶啊 对不对 昨天那个特斯拉自动驾驶 涨了一档股票叫什么 雅光 有吧 所以雅光不大涨吗 啊今天呢 今天跌停 不是有必要这样子吗 哈 昨天还在讲特斯拉自动驾驶 雅光 雅光拉尾盘 昨天雅光拉尾盘啊 收盘价创高 然后今天这么惨就给你跌停板 不是你告诉我这股市很好做吗 还有那个我就跟各位讲 什么时候你又买到00960啊 ETF啊 今天跌15% 昨天大家狂追 今天跌15%我真的不知道 不是我很爱 检讨 我就一直跟各位讲盘中连线你自己小心一点 这一根长红跟盘中连线没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啊 因为潮农阳明万海尤其万海最近很红嘛 对不对 因为什么码头工人要罢工嘛 然后呢中东战事再起嘛对吧 那你如果买股票也就罢了对不对 可能很多人就更聪明了 哦那我三个把它包起来 货柜三雄把它包起来 那我就买这个00960 那本来你还不知道 那盘中连线就一直讲 一直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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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家就一直追一直追 追到溢价 溢价30% 那今天呢就直接给你 跌15% 我提醒你 我得罪很多人好吗 但是不提醒行吗 你今天台股涨啊 跌你跌15% 你这什么感觉 你什么感觉 还中国救市 救全世界 救台股 结果呢你的股票是这样子 你的ETF是这样子 你用膝盖想也没想到说 怎么可能ETF会赔那么多钱啊 一天赔15% 啊它就真的发生 再讲一遍 00960 我跟你一样 我是从盘中连线听来的 好吧 我本来也没在关注这个ETF ETF太多啦 每天发行一大堆 我本来没有在关注这个东西的 是因为这两天航运股涨了 以后大家一直在讲 009606060960 对不对 就像半年前每天都是940 940940 这种叫FOMO情绪 FOMO就是怕没买到追嘛 对它今天为什么跌那么惨 因为昨天大家追 这就是你追出来的 好不好 好 回来聊正题 人行或者什么一大堆政府官员救市 其实摆明的很简单 因为10月份他们国庆日75周年 他们建国75周年 总是不能太难看了 不过这个在我看来 这个叫做治标不治本 你让股市涨了 消费呢 发了消费券 消费稍微起来了 那就是短暂的烟火 你知道吗 我没有说没有用 有用 有用 你看看股市也真的有涨 但是结构性的问题 房价毕竟来讲真的大跌了 从高点算下跌50%都有 因为跌了50% 大家的财富缩水 所以消费降级 所以呢 大家不愿意去借钱了 有钱呢 还赶快还房贷 有钱呢 存银行 这就是现在中国的状态 所以呢 你什么让利率降低 然后央行再放水 没有用啊 没有人去借钱 那有什么用 他们现在所面临的状况 就是30年前 日本的状况 中国政府救市的动作越大 代表现有的问题非常严重 那就是 我的经验就是这样 降息啦 大放水啦 股市大涨啦 这都是空头行情的逃命 大家这是时间拉长来看 比如说我现在不是讲港股吗 空头行情的逃命 没有用 你知道吗 因为这些动作 不管把资金放到银行端 然后呢 刺激消费券或干什么的 这个没有办法改变 结构性的问题 如果能改变 日本也不会失落30年 你知道吗 没办法 中国就正在走日本的路 利率会一直降 一直降 一直降 降到后来呢 哪一天就接近 跟日本一样零利率 以后我们来看 我们先进入广告 回来好好分析 欢迎回来到现场 身体强壮 不用看医生 不用吃药 不要打针 对吧 当你需要吃药 而且吃 而且下猛药 打针 强心针 代表身体出问题 不管联准会降两码也好 或者呢 这两天中国的大放水就是 动作都非常大 这代表呢 经济出问题 也许你现在看不出来 过一阵子你才会知道 所以我也跟各位讲 你不要看那个台股指数 台股指数是因为台积电 台积电的原因我也跟你讲了 因为中国整个好 所以大中华地区的股票都涨 台积电算大中华地区的股票吧 对吧 可能鸿海也算啊 联发科也算啊 但你的股票有算吗 你的股票有涨吗 你问问你自己 你的股票有涨吗 没有吧 所以不要跟我讲 那个表象的东西 我比较在意的是你 投资的赚或赔 我比较在意这一点 我希望看我节目的人 都能够长治久安 风险都能够避开 甚至想办法去赚钱 这才是我关心的 我不在意那些 表面上的那些输赢 表面上的 指数涨就一定放空的就赔 我又没有空指数 对吧 我就跟你讲我做 我空的就是小电子 尤其是跟AI有关的 99%的分析师都叫你做多 而且每天都不一样 初一十五不一样 还不用到初一十五 每天都不一样 什么特用化学你还记得吗 航运股 航运股大概明天就没人讲 什么电动车车什么零组件 对不对 什么能源 今天全部讲什么记忆体 因为昨天美光大涨 所以我们要来买记忆体 来自己来看一下这叫记忆体 南亚科开盘涨6%收盘平盘 你真的钱太多吗 记忆体啊 不然就是我刚才讲的 上海发消费券所以那些 这种涨停板 这种涨停板迅捷 老实说这种股票也小到 成交量也很小 我都懒得看他们 我今天只是告诉你 所以你又要追 每天都不一样 每天都有涨停板的啊 绝对都有啊 每天都有涨停板的 但相反的 大跌的股票 除了我刚才跟你讲 00960 亚光为什么会跌停 还有这个我昨天我才讲 你就等着看他准备要破底 今天差一点破底 这要四星可以玩 他会破这个底 对不对 好的啊 每天都不一样 但是坏的 继续 M31破底啦 跌停跌停 所以我跟各位讲这个会 这个会破底啊 那很多人说 昨天那个创意涨停板 有啦 创意昨天涨停板 那问题今天呢 一天就没啦 放烟火一天就没啦 这种走势躺在地板上 跳红涨停又怎么样 大家面对现实好不好 你买的股票都这些 是不是 不要去管外面表象的东西 去看你自己的内涵 降粮码 连准会降粮码 经济有软着陆 所以大家都说很好 真的很好吗 来 这是纳斯达克指数 够明显吧 这就是你每天来看的美股 这个跳上去就是降粮码 然后降粮码的时候 一二三四四天 长这样 这个叫很好 很好吗 好 我跟各位讲过了 这个降粮码 是9月18号 对不对 2024年的9月18号 那上一次降粮码呢 这里 2007年的9月18号 一样是9月18号 就那时候 08年雷曼兄弟之前 他也降粮码在这里 这里稍微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就这一根红棒啊 降粮码 大家太开心了 降粮码 那个时候也没人担心软着陆 谁 没有 好不好 然后大家也因为降粮码很开心啊 你看那个时候纳斯达克 又从2600多点涨到2800多点 有没有涨 有 涨一个月 涨了一个月以后 哇 面对现实啊 从2800跌到2100 这是第一段就跌那么多 两三个月的时间连滚带爬 从2800变2100 好 那这一段 就是大家认为 降粮码之后的容紧 就这么一个月 好 那我现在问你 这个是现在哦 2024年9月18号 这个红色箭头就是前几天 降粮码的位置 我就说 放大在这里啊 这个表现啊 跟2007年比还比不上 好不好 2007年人家至少降了粮码之后 还有涨那么一段 我们这个是连 连开心现在我们现在这样子 随便一根黑K棒就没了 好不好 你这边跟我讲有多强 什么降粮码软着陆一面乐观 台股土石流随时爆发 你就看看谁讲的对 看是99%的人讲的对 还是我讲的对 我是实战的人 好吗 我在股票上待了快30年 大涨每一次的状况都不一样 但是大跌人的心态都一样 一开始你都是只看好的 只看好的 就像我讲的 2007年9月18号降粮码之前 你也不认为会衰退啊 你也涨这一段啊 啊后来 后来 我现在告诉各位 股票市场 最大的黑天鹅 灰犀牛 就这个 对台股而言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买了一缸的科技股 买了一大堆AI 那你心目中 你应该是要支持民主党贺锦丽 就是如果为你自己的利益考量 当然如果你有政党倾向 那另当别论 我们这里不聊政治 我们都是股票党 对吧 我今天只是从股票的角度来看 如果你满手AI股 你应该要期望他当选 但是如果是这个人当选的话 那完蛋 台湾 尤其台积电 会被扒很多成皮 好我们有空再讲 这个所谓的新美国工业主义 他要把制造业拉回美国 然后呢 他要对海外 进美国的科高关税 这个对台湾 绝对是非常不利的 好吗 非常不利 所以我就说这是 对台股来讲最大的 黑天鹅就是他 他如果当选的话 你懂吗 最近这几天股市稍微好一点 是因为他跟他辩论完以后 贺锦丽的声势有上来 但是也不要这么的乐观 因为呢 很多支持川普的人年纪都很大 他们没有表态 你懂吗 那我个人站在中立 你不要跟我讲说我支持谁 没有 我是股票党的 我不支持任何人 我今天只是提醒你风险 新手套头部老手套反弹 台北股市或者全球股市 最大的危机就是 该买的都买了 好不好 我现在问你啦 你现在有那种什么 我手上有1000万 然后我准备要买股票 我还没买的吗 你有这种人吗 现在台湾有这种人 美国有这种人吗 没有吧 早就买了吧 早就买了 只是说我要不要再借钱买 对不对 或者房子也是 你想买房子你也买了啊 就是你们都从银行借钱出来 不管是房贷或信贷 借了出来以后呢 去买你想买的东西嘛 不管你是买股票 买ETF买房子嘛 我告诉你这就是最大的风险 因为你买的东西都叫风险性资产 而且呢在我看来 未来半年一年 价格会出现大破坏 不管房价或者 股价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2000年的网路泡沫 2008年的次贷危机 会发生在台湾身上 史诗级的大崩盘 以后我们再跟各位聊一聊 那个ETF的问题 我跟各位讲ETF 那个多杀都很可怕 未来台湾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讲白话一点 台湾最好的状态就是现在 以后你要面临非常多的问题 最后提醒你 山顶上你只会看到泡沫 连续大跌后你才知道经济甩退 但是那时候已经来不及 最好的方式就是融券放空操作 祝各位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